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十三单元 我们主题是五行大义 萧吉与独孤皇后 萧吉与独孤皇后 那我们先来谈谈萧吉这个人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萧吉可以是中国 中古世纪里面 对五行最有研究的一个人 他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五行大义 这本书据说 他是总和的 从战国时代 一直经过两汉 到魏晋南北朝 之后 所写的一本 可以说是集五行理论之大义 宜盛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萧吉这个人 那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图的左手边 是五行大义的这本书 那在他的右手边 这是南北朝时代 萧吉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人 据说他的祖父 他的祖父叫做萧毅 萧毅是梁武帝 萧远的哥哥 所以他的时代 从后的时代大概从宋齐 从齐开始 那齐之后他被到西魏去 西魏之后他又到了北周 然后最后他到了水朝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 大概是在隋阳帝的时代 所以萧吉这个人 有人说他曾经历经四个王朝 十四个皇帝 所以他是经历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 跟隋文帝有关 所以我们在这图片 右下角呢 就放了一个隋文帝的一个照片 那萧吉这个人 他大概生存年代 大概从公元前 从公元525年 大概公元六世纪的时候 一直到614年 也就是他活的时间非常久 他大概整整的活了 大概将近90岁的这样的年龄 那萧吉他是南北朝时代 何时代呢 以其隋代非常著名的殷阳家 那他同时也是算数家 他同时是养生家 然后他是南宁人 所以有人把他叫南宁肖家 南宁肖家呢 南宁肖家呢 据说是肖和的后裔 就是西汉的开国工程之一 南北朝时代呢 宋旗这两个朝代呢 都姓肖 所以呢 这个肖呢 都跟南宁肖家有关 然后呢,萧吉也是出生在梁朝的宗室 因为他的祖父,名字叫萧毅,义是司马毅的义 这个萧毅呢,他是梁武帝萧远的哥哥 所以他是家世非常好 那梁元帝的时代呢,他投到北朝的西位 那为什么投到北朝的西位呢? 据说呢,西位攻破了这个,攻破了这个京城 攻破了这个齐渡的京城,江宁 所以呢,萧吉当时在梁朝为官 因为江宁陷落,所以呢,萧吉就被葫芦 被葫芦就被抓去了西位 所以后来他在西位里头也做官 那后来西位呢,之后呢,就被北周所夺去 西位呢,他就上任给北周 那所以呢,他又到北周去做官 当时在北周的时候,他的官位呢,名字叫怡童 大概是上书省的一个秘书,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后来北周呢,又上任给隋文帝 所以呢,他后来又到隋朝来做官 那基本上呢,北位、西位、东位,都是隋文家族 都是隋文家族所建立的一个朝代 这个隋文帝呢,又是隋文家族的女婿 所以他等于是外戚 那北周亡以水 所以隋文帝呢,在萧吉呢,也在隋文帝的时代呢 也在朝中呢,做一个官 这个叫上义统 他这个官呢,类似于史官 类似于古史官 他说啦,这个本官太长 本官太长,考定古今阴凉书 说萧吉呢,博学多文 那尤其是精于阴凉,精于算学 那他在隋阳帝大业园林的时候呢 他就官拜太武绍卿 等于是作为一个隋阳帝非常重要的一个幕僚 那一直到大业十年,他才去世 所以这个人呢,一直到614年公益 614年之后才去世 所以他生存的年代呢,大概相当长寿 现在长大,活了大概有90岁 那他除了五行大义之外 他还写了帝王养生药方 这有6卷 那他同时也写了一个相经药路 这是怎么样去来看相的一本书 但很可惜呢,后面这两本书呢 帝王养生药方跟相经药路 这两本书都已经失传了 那目前流传的仪式呢 就是这本五行大义 那根据随书的记载 这个消极呢,他原来是南朝的氏族 那后来呢,因为火井之乱 这个梁武帝呢 因为火井之乱被饿死 所以呢,江陵残破 所以呢,后来呢 这个梁朝呢 就迁都到了湖北的江陵 湖北的江陵 湖北的江陵大概在现在的荆州附近 那消极呢,后来也到了江陵 也到了江陵 后来呢,北朝的西位呢 攻入了江陵 所以呢,这个梁武 这个消极呢,就被葫芦 被葫芦,就随着众多的南朝的人士呢 就被辱获到这个北朝的西位 北朝西位 那根据历史的记载 这个消极这个人呢,个性非常的孤僻 不太能够跟人家相处 不太跟人家相处 那也不太跟一般的世代物来交往 那他其实真正能够花光花热 是在隋文帝的时代 但是呢,他又跟隋文帝的大臣 这个人叫做杨树 那杨树呢,非常讨厌消极 所以他跟杨树呢,可以说是不太合 所以杨树呢,就排挤他 所以排挤他的消极,就觉得说 在朝廷呢,没有受到重用 那那偶然之间呢,得知隋文帝呢 非常喜欢这个,非常喜欢这个补挂 非常喜欢这个吉凶灾疫的这一套 这个风水的这一套的这个说法 所以他就潜心研究这个风水 潜心研究这个补挂 所以他写了这一本呢 写了这一本呢,这个五行大义呢 也就呈送给隋文帝看 那隋文帝看了之后,就非常佩服他 所以隋文帝呢,就用了这个消极 就等于是非常亲近消极 所以消极呢,就是作为隋文帝呢 隋朝的第一把交椅的风水师 所以第一把交椅的风水师 那据说呢,当时的东宫太子 东宫太子,名叫杨虎 就是这个隋文帝的大儿子 那这个杨虎呢,在东宫的时候呢 在东宫的时候呢,杨虎呢 杨虎呢,在东宫太子的时候呢 东宫呢,常常有老鼠跑来跑去 这晚上呢,老鼠在常常跑出来 所以有人就跑去跟隋文帝讲 说东宫呢,常常有一些鬼怪作祟 鬼怪作祟 那老是看到了这个老鼠呢,出来捣蛋 所以呢,一定要设法把它呢,驱吉避凶 所以呢,这个隋文帝呢 就听了之后,这还得了 所以他就找了消极 找了消极呢,去到这个杨虎的府上 就到东宫太子那边,到杨虎那边 那因为在当时呢 当时的齐门遁甲这一套学问呢 已经是流传一试 那齐门遁甲呢,他当中呢 有所谓的开修、生生、渡井、精始 有所谓的八门,八门 有所谓的八个门 那除了这个齐门遁甲之外 中国的风水学里面呢 他有天门、地户、鬼门、人门的说法 所以呢,所以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这个四个门 所谓天门、地户、鬼门 还有人门的这种说法 简单的说啦,中国的风水学呢 是将八卦,把它分成四维还有四偶 然后他把乾坤、逊、更 这把它叫做四维 然后把对离、正坎把它叫四偶 那简单来讲 四维分别在西北角 还有西南角 还有东南角 还有东北角 这四个角呢 各有一个门 那在西北角呢 的前门呢 叫天门 在前挂这个位置呢 叫天门 天门 然后在西南角呢 在西南角 这个坑挂的地方呢 是人门 然后在东北角这个地方呢 是更挂这个位置 叫做鬼门 然后在西南角 在东南角这个地方呢 东南角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人门 所以他大概是有四个门 那据说呢 这个萧吉呢 带着跟着隋文帝呢 到这个东宫太子 杨永的府上去的时候呢 杨永府上去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在杨永府上呢 所住的这个宫殿 所住的宫殿 叫宣慈殿 在宣慈殿那里 设了一个神座 设了一个神座 那设了神座的时候呢 然后就开始驱学 开始驱学 那驱学的时候呢 他当时呢 就发现了 有一阵风啊 从东北角的耿门 从东北角耿门 吹进来 因为在风水渠里头啊 东北角的耿门啊 被认为是鬼门 鬼门什么意思呢 就是 鬼怪出入的地方 鬼怪出入的地方 所以啊 当时呢 这个隋文帝有点迷信啊 就是鬼 这个一阵风呢 从鬼门吹进来 就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 那这个鬼门呢 从鬼门 这阵风 从鬼门吹进来之后 就扫进了太子的座位 然后从太子的座位呢 又出去了 又出去 这时候呢 这个萧吉呢 拿了一个 用桃花木 所做的一个汤 还有用这个 为伙来驱逐 就用桃花木来驱轨 驱轨 那驱轨的时候呢 这个风呢 出了这个宫门之后 就突然之间停止 据说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大家都觉得 非常的奇怪 那萧吉呢 看到这种前行呢 所以他就开始祭祀西南门 在西南的这个位置 在西南的这个位置呢 他就在西南这个位置呢 他就在昆卦这个地方 昆卦这个地方 昆卦这个地方 那因为昆卦是一个人门 是人门 是人门 所以呢 他就在昆卦这里头 设了一个坛 那设了这个坛里 设了设坛 在设坛里面呢 他就建了四个门 建了四个门 那设一个五地的座位 当时是冬天呢 所以天气非常的冷 那有一只蛤蟆 从西南门的这个人门走进来 进到人门之后 就跑到了赤地座 因为他上来说的五地座嘛 跑到赤地座 跑到赤地座 坐了坐 跳一跳之后呢 这个蛤蟆又从人门跑出去 又从人门跑出去 跑出去之后呢 走了几步 这蛤蟆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所以呢 隋文帝听了之后呢 就看了之后呢 大惊失色 然后呢 这个消息就跟他讲说 东宫的这个鬼怪 已经驱逐完毕了 所以从此以后 东宫就能够得到安宁 因为隋文帝呢 就看到这样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景象 这个风呢 从鬼门跑进来呢 又突然停止 然后又看到一个蛤蟆 从西南整人门 跳进来之后 跳一跳就跳出去 然后呢 他就说驱选完毕 所以呢 这边呢 文帝呢 就非常相信这一套 没有多久呢 这个朝中有人传言 就是说杨勇坐这个位子 坐太子位 坐了 坐位子 坐不安稳 所以呢隋文帝就问 就找了消息来问 所以有人说杨勇 坐太子位 可能坐不安稳 你帮我捕捕卦看 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这个结果这个消息呢 就跟他捕了个卦 捕了个卦 捕了个卦 就跟这个隋文帝讲 捕卦的结果 确实杨勇 坐这个太子位 可能坐不久 可能坐不久 因为当时呢 据说有一说 就是隋文帝 准备要会掉杨勇 然后立他的二儿子 就是立他的二儿子 来担任这个太子 来担任这个太子 所以呢 这个消息这样的讲法 就蛮符合隋文帝心里的一个想法 隋文帝心里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 他就非常相信这个消息这个人 而且经常呢 一问到 一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问到国家大事需要占卜的时候呢 他就去请教消息 那消息呢 里头我们刚刚提到 消息呢 他写了非常多本的书 非常多本的书 除了刚刚的五行大义之外呢 他另外也有写了帝王的养生 帝王养生的书 然后也写了相经 也写了宅经 甚至写了藏经 那也写了这个首相 相手 相手 相手版的 相手 所向的一个要诀 但是这一书呢 目前来讲呢 都看不见了 我们只看到书目 但是已经看不见他的内容 目前唯一看的这件内容呢 就是这一本的这个五行大义 那消息呢 有一说呢 说他是梁朝宗士 就是因为他这个祖父呢 萧毅呢 是萧远的这个梁武帝萧远的哥哥嘛 萧远哥哥 所以呢 他对于帝王之间 因为他历经了四个朝代 十四个皇帝 所以他对于宫廷之中的明争暗斗 其实非常熟悉 那所以呢 他就看到这个宫廷的明争暗斗 然后他就想要找一个方法 能够让自己保全 所以呢 他常常呢 他扮演的是一个忠臣跟弄臣的一个角色 是要忠臣 是要弄臣 是要忠臣 是要弄臣 那甚至呢 宫廷当中的某一些密谋的事件 据说呢 这个萧毅都曾经参与过 所以呢 萧毅虽然曾经参与过宫廷一些 非常神秘的 非常闭密的事情 但是呢 他头脑一直保持的非常清醒 所以呢 每做一件事呢 都留下一些余地 让自己呢 能够全身而退 所以呢 这是他的优点 这是他的优点 因为他这样的优点 所以有人说呢 这个萧吉呢 是有亏情欲 也就是萧吉呢 作为一个读书人来讲 好像有一点呢 就是投机取巧的味道 投机取巧的味道 但不管怎么样呢 他写的这个五行大义这本书呢 跟这个西汉末年呢 刘欲呢 刘欲呢 写了一本的五行传 颇有类似之处 因为刘欲这个人啊 他也是 他原来是 汉朝的时候 他原来是 刘家的后裔嘛 刘家的这个 但是因为他支持 这个王莽 建立了新朝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 这个 萧吉这个人啊 跟刘欲非常相像 非常相像 都是呢 博学多文 都是非常有学问 而且都是 精于这个 风水算卦 精于阴凉五行 但是呢 他也对于这秤伟之作 也都非常有研究 有条不文 有条不文 那所以他写的书呢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书 只是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节操呢 常有人觉得说 他节操好像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那后来隋阳帝呢 隋阳帝呢 果然在公元604年的时候呢 他在阳述的帮忙之下 在阳述的帮忙之下 在阳述的帮忙之下呢 登记 那因为据说 在隋阳帝登记之前呢 也曾经请教过萧吉 所以呢 萧吉呢 就拜萧吉为这个 太武少庆 太武少庆 那在一直到隋阳帝大业三年的时候呢 楚国公阳述病逝 阳述去世的 阳述去世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他埋葬在这个 华阴县 阳述的华阴人 埋葬在陕西省的华阴县 那大概是在大业八年的前后 萧吉呢 路过了这个华阴县 路过了华阴县 然后去看了这个 看了这个阳叶的木 看了这个阳树的木 看了这个阳树的木 看了这个阳树的木之后 回来就跟这个水阳帝讲 他说阳树的木不大好 他说为什么阳树的木不大好 他说我经过阳树的木的时候 发现阳树的木 这个白气连天 白气有一股白色的气呢 冲到天上 那水阳帝就问他说 这是什么征兆 他说主媚门之祸 媚门之祸 所以他就跟水阳帝讲 他说你要告诉呢 这个阳树的儿子呢 杨悬桿 要跟悬桿将军讲 说最好是把他的爸爸的木 签一签改一改 这样家运会比较好 那水阳帝听了之后 就是好好会告诉呢 杨悬桿 当时杨悬桿被水阳帝呢 派到辽东去评乱 派到辽东去评乱 所以要去辽东评乱的时候呢 这个水阳帝就把这个 消极的这番话 跟杨悬桿讲说 我们这个当朝的 这个第一算命师啊 这个消极要转告你一句话 说你的父亲的木啊 风水不大 可能啊 将来会有大事情要发生 所以呢 你是不是呢 他劝你把父亲的木啊 改葬一下 但是呢 杨悬桿知道 他的父亲杨树呢 树来是跟这个消极不合了 然后水阳哥是下西部啊 他讲说 我的爸爸跟你不合 那你怎么会说 我爸爸木不好呢 所以他 你既然跟我爸爸不合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消极讲的是反话 所以他就认为 他父亲的木啊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虽然水阳帝跟他讲 要他去改葬这个木屑了 但是他觉得 这个意思呢 可能是他 他老爸的木了 非常好 所以他不愿意改 不愿意改 他就跟这个水阳帝讲 说等我征回辽东之后呢 征了辽东回来之后呢 我再来改木 所以呢 用这个初征辽东的这件话 这件事情呢 来跟水阳帝 跟他呼隆 但是没有多久了 没有多久了 杨悬桿呢 因为征辽东之后呢 就也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 那后来呢 因为他拥有非常多的兵权 所以有人就跑到跟水阳帝讲 说杨悬桿可能会叛变 那水阳帝一听到这吓一跳 吓一跳 所以就派人去监视杨悬桿 但是这件事情呢 被杨悬桿得知了 所以有人就跟杨悬桿讲 说水阳帝呢 不相信你呢 他派的人来监视你 那杨悬桿一听了 这还得了 这皇帝居然 我拥有那么大的兵嘛 这个皇帝派人来监视我 虽然对我不信任了 所以他就想说 那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造反算了 所以杨悬桿呢 就从辽东的举兵造反 但是水阳帝呢 也不是省油灯 所以没有多久 杨悬桿呢 就被水阳帝打败 打败之后呢 水阳帝就杀了杨悬桿 同时呢 把他全家都媚门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就验证了 验证了这个消息 这也跟随阳帝讲的 所以随阳帝呢 后来思维想 说消息呢 曾经要他呢 去劝告杨悬桿 劝他改墓地 看来这件事是真的 所以呢 随阳帝呢 就更加相信消息 更加相信消息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 所以呢 但是当时呢 消息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隔了几年之后呢 消息也去世了 消息的去世了 大概是在 这个大约十年的前后了 所以他当时得年大概九十岁 九十岁 所以但是消息这个人呢 在当时那个年代 可以说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 那美国的一个汉学家 这个人叫哈德森 哈德森呢 哈德森呢 他对银梁五行呢 也颇有研究 他对银梁五行呢 他是一个什么 具有相互关系的一个概念 他说是二元体系的一个相互概念 那五行呢 可以说是具有相生相克的一个顺序 这种顺序 所以呢 他读过了这个消息所写的这个五行大义 所以他认为五行大义是中国中古时代 中古时代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艺经 艺学的著作 艺学的著作 这是美国汉学家哈德森教授呢 对五行大义也是非常的钦佩 认为他是中古时代 中国最重要的一本艺经的 艺学的一个 艺学的这样的一本书 那英国的汉学家叫李约瑟 那李约瑟曾经写了一本书 叫《中国之科学文明》 中国这个 我们台湾有翻译版 是由台湾商务出版 那李约瑟呢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他也特别提到 这个五行大义这本书 可见五行大义这本书呢 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不仅是在中国享有它的地位 也在美国 在英国一些研究艺学的这些外国人 都认为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萧綦这个人 因为他后来帮这个独孤皇后 这个选择墓地 在选择墓地当中 也有很多种说法 所以呢在司马后来呢 司马光写这个自治通鉴的时候 把这件事写进去了 把这件事写进去了 但是萧綦这个人 不管怎样 他是一个蛮传奇性的 蛮传奇性的 那这个司马光写自治通鉴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唐朝 他说水朝之所以魅亡 唐朝之所以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他说要感谢 不是感谢水洋帝 也不是感谢这个李渊 而是感谢谁 而要感谢萧綦这样一个风水师 为什么 因为萧綦这个风水师 他在选择隋文帝的夫人 这个独孤皇后的墓地的时候 做了一个所讲 做了一个所讲 所以呢 让这个隋家呢 天不永年 天不永年 所以只能怪 但是呢 但也有人说 这个隋家呢 这个隋家呢 隋文帝隋王帝呢 天不假年呢 虽然只有三十几年的一个时代 以及怪萧綦不如怪自己 不能怪萧綦 所以我们第一段里面呢 我们特别要谈到萧綦这样一个人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跟大家谈 独孤皇后 还有这个 他的家族 那为什么萧綦呢 跟独孤皇后 会扯上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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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